好 那我們的專責的病房還是持續在 開設 增設中 那現在總床數有13182 那空床有5588 空床率有42.4% 那雙北相對的空床就比較少 月列都在3成左右 那在集檢所 集檢所它的空床是有47.5% 那加強型的防疫旅館 空床有42.9% 那昨天 相對來講就是 用的藥物相對比較少 比前天來少 但是仍然 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那個貝拉維加總共使用了5272人份 那那個貝拉維用了1,394人份 總共用了 6,666人份 那最近在看這個數字的時候 是不是有點懷疑 就是說 他是不是這兩天的下雨下得比較大 所以看診 比較少 或者今天 我們相對的新智要開始 是不是有一些這種 具有風險的病人想說要等到 今天 才來看 能夠領藥 能夠更快速 那可是今天早上看起來整體 我們這樣的一個新智開始實施 早上的秩序大致都良好 也沒有特別擁擠的情況 那回復看前兩天 大概到禮拜一 我們的那時候13萬 12萬 那時候PCR到了12萬 那這兩天都持續在往下降 那整體的確診的人數也都維持在平穩 那今天也是到 昨天的92% 當然 我記得上次我們超過8萬的時候是5月18號 那5月19號就到了9萬 那一直到今天還是維持在 今天還是8萬2 這樣在8、9萬之間的排序 大概從18號到今天 一個多禮拜 看起來是有一點比較平穩 大概不是一些 不管是禮拜天或是下雨的因素 大概都比較低 大概就在這一段 算是一個高遠期 那整體來講 大概再給大家瞭解一下 這時間不管是疫苗的配發或抗病毒藥物 還有快三四劑 都有一定的分數 在全國 我們整體的在 整體的疫苗在 已經配發的 就已經有用過大概是有1000 1千多 1千多萬 1千多萬人的人份 現在在各地方政府 在成人的疫苗 14449656 那兒童的有402100 那瑞德西維在地方的有 65087 季 那貝拉維有52萬242人份 莫拉貝拉維的有55440人份 那快篩四劑 我們現在在這段時間 從4月12號到現在已經配出去了 就是總共是4月12號到5月23號 配發了1千5百 258萬3686 劑 都有多少劑 這是公費配發的 公費配發的 剛才講在疫苗的成人的部分 1千多萬 劑就是從1月1號到5月26號 所配發的